诶,月亮还在诶 现在才六点 你以为呢? 因为时差 真的就是那种效益的感觉 超棒的 这个湾还是挺漂亮 我也觉得 起早饭去吧 就有点半个要开始 走 走 耶 耶 哇哦 排景早餐 这家酒店 来之前还挺期待的 结果印象不是特别好 我以后就这个feel了 再敷面膜 然后呢 做几个运动 奶奶在干嘛 呀,没穿过裤子 哎呀 默默的就把裤子穿起来了 哈哈哈哈 好今天 get ready 完了 本来早上9点要去surf 教练给我们打电话说 今天没有烂 浪 上回我的普通话 没有浪 没有浪 改到下午2点 于是呢 我就准备在房间里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次带来的行李 这次其实比较例外嘛 因为不需要就是拍很多的穿搭图 大家都冬天 穿一个夏天的衣服 可能对大家借鉴性不是很大 就完全follow my heart 你知道吗 就是想穿什么穿什么 今天穿的其实像是一件背心 比较疏离的一个背心 然后是一种点点的花纹在这边 虽然蛮好看 然后裤子我穿一条皮裤 其实是冬天的一条皮裤嘛 虽然是来到夏威夷这边 但是我觉得穿长裤也是ok的 毕竟冬天的夏威夷到晚上的时候 其实风还是比较大的 其实一般来说 我到了酒店以后 首先第一件事情 就是会把行李里面所有东西都拿出来 这张桌子就摆了我所有的首饰 这些是我的线链 最新的一条线链是这一条 是珍珠的 我特别喜欢 然后其他的都是一些 带金色的啊 大家都有看过 这条实际上是一条手链 还有我的手表 我其实带手链比较少 所以这次也就只带了一个手链 身上有一个Apple Watch 以外呢这些是我的戒指 这是我的耳环 那尽量出来的时候 耳环就要为了搭配不一样的衣服 就会带不同类型的耳环 比如说这个呢就会比较 Vintage比较淑女一点 然后这个就比较酷一点 然后这就比较小一点 就如果说我把头发砸起来的时候 可能就会比较适合这个 这个是戒指 你看这个戒指 跟这个环齐山是同一个来自 Michurie 然后呢还有一个 这个就会比较大一点了 如果头发披起来的话就很好看 这就是我的墨镜跟平光镜 一般来说 如果我没有在穿搭需求的情况下 我带的都是私服 过来来镜头 我在看戒指 这个是奶奶给我的戒指 不是我的size 你已经第几遍讲这个事情了 跟着我来到这里 这个是我的所有的鞋 基本上就是包含了各种功能 就比如说这双是我在飞机上穿的鞋 然后这双是比较复古的那种 拖鞋是肯定必要的对不对 有两双一双是夹拖 然后一双是这种比较好走的 就平常上步啊 或者穿一个比较长的裤子适合的 就是我的跑步鞋 每天早上我还是希望可以去 不是 除了跑步以外还有hiking啊 夏威夷其实还有hiking 所以我觉得hiking 还是可以用到的跑步鞋 这上面呢是我登机箱 然后大家应该在我的 来的时候vlog介绍过 但是我还想跟大家唠叨一下 这边下有个非常好处就是 按一下就可以打开 如果它竖起来的话 就非常适合放电脑啊 因为你在安检的时候 你就会把电脑拿出来嘛 就很方便 然后这样压一下就好了 我们倒衣服了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海边 因为我感觉每天看到海的感觉 真的超级棒 我很期待下午去冲浪 可是我觉得我冲浪以后就变成黑人了 哈哈 来黑人 够黑吗 已经看不清楚了 因为外面太亮了对吧 通常来说呢 我一般会把我所有的衣服吊起来 但是夏天的衣服 它其实不太适合吊嘛 特别是我都带一些背心什么的 那外套 因为是我从弯曲过来 路上需要外套 所以就有两件 两件外套 一个是那种短款的分衣 大家见过 然后一件西装 我觉得就满足所有的需求吧 有三条长裤 实际上都是最近的裤子吧 一条就是粉色的西装裤 然后一条卫衣就是机场穿 然后还有一条牛仔裤 就背着这种直筒牛仔裤 我平常非常喜欢穿的 真身上鞋是短袖的 我觉得适合夏天的 特别适合那种冬天的夏威夷 或者冬天的商鞋 你知道这种类型就很适合 昨天穿的那件 Aless Dory的 就这件我最近超喜欢这种鞋的 Aless Dory短裤 然后一条就是裤裙 比较花一点的 还有一条黑色的裙子 接着就是我的背心了 所有背心都在这里 包括我身上这一件 就是各种颜色的啊 彩色的啊 不同材质的背心 然后背心都很好戴吧 你就是多戴一件背心 在洗衣家里面 根本就不算什么 所以我就多戴一点 这边是我的运动服 这些运动服就是 其实上就两套而已 然后加上一个 摄服的冲烂的衣服 接着呢就是我的包 我这次戴的包是 一二三四五个包 但是呢都是不同类型的 这两个小包 因为我觉得小包实际上太好戴了 就随便就戴了就来了 然后腋下包跟一个非常方便的 这个比较实用性高的包 这是我所有的情理 我们来看一下我这首台吧 因为一般来说 我也会把我的化妆品 还有护肤品都摊开 这边是我的化妆品 然后这边是我的护肤品 加上就是牙刷啊牙线啊 还有面膜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发带 大家以为我染发 实际上就是这个假发片 特别的方便 就某宝上面买的 超推荐的 我们准备出去吃饭吧 对我要吃下猪排 那走吧 拜拜 待会见 哎 我们又走回了昨天那条路 没有租车不就是为了天天走吗 我们第二次来的好热啊 然后我发现夏天戴了口罩真的有一点点闷的 出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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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来要喝酒吗 这是中午但是看到这边啤酒好便宜也就想喝 桌子擦一下 我觉得我们还是挺小心的 你知道我现在在YOP上面这家写的它是没有答应的 对所以我们都打电话 YOP都不可以醒了现在 这个给你们 不吃海带的奶奶 看我的定食 这有没有超日本的那种感觉 这个汤是我不要给你的 诶 诶 这什么 哦是猪肉 挺喜欢这种的 我们的 几只 Acai bowl 上次也来过了这一家 诶这次我点的一个另外的口味 不然你喜不喜欢 诶这网好可爱 哈哈哈 你们都搞笑 嗯 嗯 好吃 你要摆香果吗 感觉外面的还是比我自己做的好生物啊 看水多了吧 我们Serving的服装已经都穿上了 然后我穿一条短裤 我们准备跑过去 你呢 我准备穿成这样 然后我们准备跑过去 那我们准备 准备 走啦 要迟到了 再不走 快拖拉了事情好吗 可是我有双袜子去哪里了 哈哈哈 在我脚上 你没看我在这里已经找了很久了吗 还没有出门 在走廊里面就要戴着墨镜 有一次我们去吃火锅 然后她就对了一个老板娘讲说 为什么这么黑 为什么不开灯 然后我们都所有人都看了她一眼 你说你戴着墨镜欸 再讲一个故事 她今天早上 平关镜找不到了 我当时在忙别的事情 她戴着墨镜 在找平关镜 哈哈哈 没有因为只有墨镜有度数啊 那你不觉得很黑吗 就是所以在 但是最后找到了 走吧 跑起来 一个像画一样存在的地方 你紧张吗 她刚跟我讲说 她一定能站起来 所以待会我要带着手机去冲浪 手机是防水的对吧 现在要走去beach 口罩不能戴 鞋子不能穿 你这哪有光啊 你要脱一只给我 哈哈 反正也是我的袜子 好 我要上去了 拜拜大家 哇 这两只脚好牛逼啊 看着我们 看起 Oh my god 我现在这个状态 哈哈哈 我们两个就像两只咸鱼 被晒在那里 哈哈 趴在这里一通 你有霸型吗 刷毛吗 嗯 嗯 你能做 海上捡了一片垃圾 真是好人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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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Serving完 然后回家洗了个澡 不是回家 回酒店洗了个澡又出来了 她站起来了好几次 然后我其实第一次又站起来了 但是她没有Cash到我 因为她特别像瑜伽 看到这个夕阳 多久没有跟我一起看日落了 上次跟我看日落什么时候 忘记 忘记了 什么时候 就是 上一次来好娃娱的时候呀 你居然都不记得了 我喜欢看日出 喜欢看日出啊 那你一定是要自己来看啊 我居然来到了港湾 这是什么 这是我这场 叫妈妈 是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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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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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酒了 不能再喝了 跟她说要点辣植 她一定要给我点个small 不能再喝了酒鬼 我想拿手 你手 你手就干净了吗 我擦过了 要手握起拿手吃 沾一点酱油 鞋子进去 酒鬼不浅了 我要吃我的dessert 肉 好吃 好吃 我期待一下明天早上的飞机 明天早上早起 八点 要到那边 要开过去一个小时 对吧 在弄 晚安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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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